第134章 那颗头爆了开来 古兮静待已久 赋予身后的袖中双手 在瞬间内不知施放了多少道符 尤为惊人的是 这些符文的施放顺序 似乎经过精心的计算一般 符意相冲相突 并没有造成绝对的混乱 甚至是自我湮灭 而是层层叠加直至最终爆发 把寂静冬日的庭院内天地元气 撕扯成一片恐怖的湍流海洋 无数道符文形成的天地元气湍流 就像是一片狂暴的海洋 笼罩着整个庭院 以符意切断修行者念力 与符指或本命物之间的联系 这种施符的手法异常的神妙 可以想象 古兮此人在符道上 亲吟了多长时间 拥有怎样强大的实力和境界 好在那些元气湍流 自身旋转迅速 大尺度下的移动并不快 并不能马上伤害到宁缺的身躯 但古兮却成功地阻止了宁缺 施放符文 以此观之 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猜到了宁缺真正的杀招 不是那把坡刀 而是那个锦囊 锦囊里的符文只有凭念力施放 宁缺似乎只能束手就擒 然而他面不改色 手腕一翻 如同坠落泥沼的坡刀 嗡嗡清明起来 刀面上的那些细微浮现 开始耀耀发光 师父留给他的神符 有锦囊相隔 无法以意念相通 坡刀却一直紧握在他的手中 肌肉相亲自然能通 瞬息之间 疏远师兄们精心打造的浮现 便开始展现出真实的威力 刀锋吃的一声 破开那些湍流 砍向古兮的面门 挥刀砍下的宁缺脸上 没有什么神情 古兮的脸上 也没有什么神情 他看着迎面砍来的坡刀 似乎根本感受不到 刀锋上所携带的寒冷气息 腹后袖中的右手 不知何时出现在二人之间 那根看上去寻常无奇的手指 就像是此时庭院内 正在飘落的雪花一般 轻轻地落在刀面上 坡刀浮意出作 刚刚切割开泥沼般的 湍流海洋 速度缓慢 所以那根手指 才能如此轻易地落在刀面上 只是一根手指 又能对这把 适魂寒冷的坡刀 做些什么呢 手指在坡刀 刀面上抚摸而过 随着指腹移动 所处之处的刀面 繁复浮现光亮昼脸 那些强大无比的福意 随之而消失无踪 原来指腹之下 竟有一片极小的福纸 那片福纸正随着指头的移动 不停地释放着强大的福意 那根手指最终来到了刀柄处 细长坡刀之上的符纹线条 全部失去了原有的明亮光泽 变成了一把普通至极的反铁 再也没有力量向前递上一分 这场战斗非常奇异 宁缺的境界实力 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施展 便被对方提前破除 无论是左手的锦囊 还是右手的坡刀 似乎对方知道他所有的战斗手段 提前便做好了一切准备 让他根本无法施展 只有漠然等死 古希的双眼眯成了两道缝 静静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宁缺的脸说道 你死了 宁缺感受着坡刀仿佛像小山般沉重 他没有说话 古希看着他平静说道 那年春天 你在北山道口杀了我三名下属 所以我知道你有三把刀 我为之准备了很多道符和很多手段 所以哪怕你有再多一把刀 也没有意义 另外 我很清楚 你是颜色大师的传人 虽然不清楚 大师会不会赠你几道神符 但我自然也要做些准备 我甚至派人去查过 颜色大师带你学习去过哪些道观佛寺停泄 为的就是评估你的福道境界 相信我 虽然你还没有施展出那些可怜的小火球 但我也很认真谨慎的 为之做了准备 宁缺 沉默地看着他 你念力强大 雪山气海 却只通了石窍 修行境界 动旋下境 对天地元气的操控 则是非常的糟糕 你来自卫城边塞 刀法狠辣 精准 有军中之风 性情艰狠 擅长进战 你是神符师传人 却因为误道时间太短 在福道上 无胜过人之处 所以我放你近身 让你以刀为式动服 便占了所有的先机 古希脸上带着真挚的惋惜之色说道 两个人之间的战斗 就像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样 需要最完善而准确的情报 准备得越充分 便越容易获胜 你连我是一名福尸都不知道 怎么能来杀我 而我却知道你的一切 所以你在我面前 连一城的真实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怎么可能不被我杀死 准确看着他的眼睛忽然问道 你为什么知道我这么多事 因为我是一名军师 我最擅长的事情 便是收集整理分析情报 只要我开始留意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 其实你最让我警惕的 是那个很少人见过的铁匣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 你今天却没有把他带在身边 或者你只觉得一个只会玩阴谋的军师 并不足以让你拿出所有的秘密 作为一名军师 我非常欢迎敌人的任何轻敌 将军府东远一角 夏侯放下桌上那盏浓黑如血的盐茶 沉默片刻后缓声说道 十五之后你们马上回京 莫要有任何耽搁 让你们母亲回乡把老院子收拾一下 那些窖里的烟菜拿出来多亮亮 少些新色味 来年冬天煮白肉味道不错 但你们不能离京 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府里 也莫要与那些王公大臣来往 便是亲王府 也不要去 两名青年将领跪在书桌前 正是他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夏侯锦 一个叫夏侯端 二人在严苛的家教之下 便像自己的名字那般老实本分 全然没有丝毫跋扈嚣张的气焰 平日里 二人当着父亲的面 连大气都不敢传两声 然而今日 从父亲的交代里 听出了心灰意冷的味道 猜到父亲准备辞官归老 不由震惊异常 联想到今日 来到东元的那辆神秘马车 忍不住说道 父亲 今天那些人 究竟是谁 他们怎敢 莫要猜测 也莫要多事 夏侯看着桌上的那盏浓茶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二人归京 是为父给夫子和陛下 做出的保证 若不想家门轻浮无存 就老实一些 忽然间 他浓弱莫残的美貌 醋了起来 桌上那杯浓颜 纯润的黑豪茶汤上出现了极细微的几道纹路 夏侯转头向窗外望去 知道古希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动手了 他并不知道古希是怎样安排的 就像不知道草原上马贼群袭击良队的细节一样 他只知道古希虽然有些连他也不清楚的想法 但绝对忠于自己 并且能够保证宁缺死后这件事情 不会牵连到自己 然而大先生真的会出现误判吗 将军府东元的另一角 大师兄看了窗外北方一眼 然后继续低头看书 姗姗安静地坐在书桌的另一边 描着小凯 正如古希计算的那样 大师兄以为这时候宁缺是在杀人 没有想到宁缺正在被人杀 之所以他会如此肯定 不是因为他像夏侯所想的那样会出现误判 而是就像先前他曾对墨姗姗说的那样 他非常信任宁缺的选择 前些日子 他随老师周游各地 曾经路过卫城 对小师弟做过一次无人的家访 他知道小师弟的成长经历 所以他相信小师弟虽然实力确实有些糟糕 但对于危险的敏感和对时机的掌握 绝对是后山里最出色的那个人 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从来不会出手 此时他既然已经出手 那必然便会胜利 无数道符文散发的强大福意 让庭院间变成一片狂暴的海洋 天地元气被撕扯成湍流乱絮 修行者的念力无法贯通穿行 更谈不上借用天地元气对敌 锦囊里的神符根本无法启动 坡刀上的浮线 已经被指腹下的指腹碎末 敛成普通的图案 身体四周全部是危险的元气湍流 普通人的身躯 只要轻轻碰触便会裂开喷血 无论怎么看 此时的宁缺已经变成了网中的飞蛾 再也无法活下去 然而军师古希并不知道另一件事情 宁缺确实无法操控庭院间的天地元气 但他自己的身体里却有足够丰沛的天地元气 浩然气 寒风落雪间 宁缺深深吸了一口气 石海里意念微转 身体腰部的雪山骤然一暖 积蓄在腹部的那个通道里的浩然气 瞬间涌出 向身体的每个部分灌注 坡刀之势已经去尽 所以他没有选择把浩然气传递到刀身上 而是毫不犹豫地松开刀柄 散握的五指向那一缩握紧成拳 宁缺一拳击出 古希眯着双眼 深情平静自信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个修行者 敢用能用脆弱的身躯 强行突破二人间那些危险的天地元气湍流 宁缺的拳头上 忽然生出一阵狂风 无数道气流从手指尖 从手背上那些毛孔里狂暴地喷涌出来 轻而易举地把那些元气湍流撕成碎续 世间一天地 世内一天地 两个天地间的气息同源同本 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当浩然气从拳头上喷涌而出时 那些湍流就像被洪水漫过的漩涡般消失无踪 古希如凤般眯着的双眼骤然睁大 震惊之余依然带着一抹期盼 因为那个拳头再如何强大 也不足以湮灭空间里所有的元气湍流 依然还有些危险的湍流存在 他很想看到下一刻 那个拳头被割裂成碎末的画面 然而他失望了 宁缺的拳头不是拳头 至少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拳头 因为他现在的拳头很硬 硬到那些能将修行者肉身切断的元气碎续 只能在上面留下一些极浅的血口 古希瞪着越来越近的拳头 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因为这个拳头的运行速度已经快到了超出他的反应速度 他只来得及在眼眸里流露出惊恐的情绪 因为他至少来得及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修行者 可以在没有天地元气的情况下战斗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修行者的肉身 可以强大到无视元气湍流 拧缺的拳头落在古希的脸上 古希的头颅瞬间爆裂 一具无头的尸身跌落在 薄雪之中 庭院内的浮衣渐渐淡去 那些细碎的元气湍流同时消失无踪 一张符纸飘落在古希的尸体上 宁缺沉默看着渐渐燃起来的火苗 在战斗中 情报很重要 但不能太过依赖情报 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有自己的秘密 那个秘密 往往藏在心里的最深处 从来没有人知道 我最大的秘密 不是那个铁匣子 而是别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 你看就给大家探索里了 这样的秘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